而玉里镇信仰中心协天工有鉴于玉里疫情居家隔离者很多 因此从屏东车程载运300份的防疫物资给正公所和工部门齐心来抗疫 希望大家可以平安健康度过这波疫情 玉里镇协天工董监事会远从屏东车程批行载月载运一整车的防疫物资回玉里镇 并且就直接停靠在正公所前 董监事会成员与正公所员工可力卸下物资 作为防疫物资发送给需要的乡亲民众 正公所正不在 截至11号为止 玉里镇累计确诊人数就有462人 为地方信仰中心的协天工 即日前发送防疫物资给河东地区部落 现在也捐赠正公所300份的防疫物资 将物资发送给真正有需要的民众 希望大家都能远离疫情 我想我们玉里地区 尤其现在疫情那么严峻 相信物资是非常需要 我想我们费个工 然后去车程再一些回来 让我们玉里镇内的人 可以说分享 我希望说大家能远离疫情 董事长吴玉银 副董事长曾德昌 常务监事张辉邦与各董监事将300份的物资 亲自交给正公所 代为接受的代理镇长江东城也接证感谢状 希望感谢表扬工部门与民间齐心 我想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在我们相关的这个染疫的一个对象 或居家照顾的一个对象的话 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的话 请我们理干事或理长的部份的话 亲自送到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一个对象 让他们得到我们即使相关的物资的一个资助 也让他了解到社会的温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预理镇公所也十分赶佩 谢天公的慷慨解囊与无私善举 代理镇长江东城表示 一定会让这份爱心发挥100分的效用 尽速将他们送到有需要的正名手里 接着石宇兰 预理镇采访报道